最近好像是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对跟民主有关的 这些议题的一个调查 然后这个调查里面 他问了就有一个问题还蛮 就是说至少是我看到过的 最近就是很全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名单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问这个国家的人说 如果中国武力军事入侵台湾 你认为你的国家应不应该 跟中国切断经济的 就是切断经济 就是经济切断 你可以选择认为应该 或者是不应该 不认为 那或者是不知道 那然后呢 他根据这个回答做了一个图 就这个图的内容呢 就是说就是他是用回答 就是多的那一个答案 这不是以是或者否吗 他是用回答多的那个答案 减去回答少的那个答案 减出这个净值 净值做的这个图表 所以这个图表 它体现的是说 这个国家 它的就是说 就是占上风的 那个风向是什么 就是国民 就是普通人 它的这个风向是什么 还有这个风向有多明显 这从上到下 就是最不会切对 就是最不认为 应该切断经济的 和一直到就是最认为 应该切断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图表 就这样的一个图表 就是你表面上看 是一半一半 但是事实上 你从经济实力上来讲 当然就 就 你比如说上面是俄罗斯 印尼 匈牙利 匈牙利很糟糕 你看到没有 就是匈牙利 它排名这么高 其实让人觉得 匈牙利是很糟糕的 肯亚 然后新加坡 你看到新加坡高牌第五 大家注意哦 新加坡高牌第五 我一直就不喜欢新加坡 你们知道吗 我一直不喜欢新加坡 当初就是说 就是我自从我知道说 在新加坡还有边形之后 我就很讨厌新加坡 但是很多蓝影的支持者 非常喜欢新加坡 就他们喜欢这种 就是威权 就是威权式的 这些社会体制吧 所以你从这儿 你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很糟糕 很糟糕 新加坡排第五 然后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越南 越南 在这儿也蛮高的 然后墨西哥 这是尼日利亚吧 然后希腊 希腊这里也很糟糕 你看到 希腊也蛮糟糕的 马来西亚 土耳其 摩洛哥 以色列 泰国 秘鲁 哥伦比亚 南非 埃及 罗马尼亚 智利 然后是南韩 南韩 南韩是刚好卡在这个边上 你知道就是这个 这个南韩刚好是卡在这个边上 卡在这个边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卡在边上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势均力敌的意思 就是说认为应该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 跟中国经济切断的和不应该的 其实大致打平手 就是说南韩处于一个就是大致打平手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刚才以上念的这些 那这都是就是说 说不要切就是不要切切断经济关系 就是简而言之这些国家的意思就是说 关我什么事 台湾被武力入侵关我什么事呢 该做生意还是要做生意 该赚钱还是要赚钱 不关我的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学者 同时也是长期在美国军中 就是定期服役的一位女学者 她说过就是她跑到新加坡去开会吧 问新加坡人说 你们国家会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切断 跟中国切断经济吗 她说所有的人都说不会 对 所以其实就是 我觉得基本上也算是印证了大家的想法吧 新加坡就是这么烂的一个国家 非常非常烂 因为它高牌第五哟 刚才我给大家念的什么之类的 什么以色列啊越南啊什么之类的还在下头哟 包括南韩 南韩是处于临界点 南韩处于临界点 但是新加坡是高牌第五耶 高牌第五 有些国家的名字没出现 是她没做 是她没做调查 没数据 是没做调查 没数据 然后让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你们看到 就是说菲律宾也在临界点 菲律宾也在临界点 就是菲律宾南韩都在这个位置 都在临界点 所以你从某种上讲 你可以说就是菲律宾的意识 比泰国 你看泰国在上面 比泰国 比这个越南要强得多 那跟新加坡更不要说了 新加坡是最糟糕的嘛 就是在台湾周边这个区域内 新加坡是最糟糕的 其次是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南韩 菲律宾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就是说情况 反倒菲律宾比南韩还好 其实你们知道吗 这个情形我还蛮惊讶的 就是菲律宾的情况 比南韩还要好 我觉得跟菲律宾这段时间 它的政策转向关系 其实蛮大的 这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政府的政策 它对民意 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 这种导向作用 但是当然你倒过来也可以说 菲律宾为什么开始跟美国这么亲近 菲律宾为什么 它实际上也是民意给它的压力 就在这一点上让我蛮惊讶 我觉得菲律宾让我蛮惊讶的 它居然可以走在南韩前面 因为很多人也发现了 就是说在这个表上越是这个方向的越是依赖中国 知道吧 就是它其实它有经济上的一种依赖 它有一种 就是说它考虑到它能不能够承受得起 断掉 那以菲律宾来讲 菲律宾在经济上 它不可能有南韩那样的底气嘛 菲律宾应该是 它是缺乏南韩那样的底气的 但是它 它比南韩还强 那更不要说新加坡了 你看看新加坡那么有钱 但是 真的没有道德 没有良心 新加坡真的没有道德 它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国家 糟透了 那 然后往下 这当然就是越往下 这都是就是越来越 就是民众它选择说 要跟中国切八段 要跟中国经济断掉的 这个人就越来越多 它是减出来的嘛 就是说这个相比 就是是和否之间的这个比率 它就越 它就越是接近于 那支持跟中国切断 这个阿根廷 奥斯陆 巴西 瑞士 比利时 德国 德国在这个位置 德国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 就是欧洲 就是欧洲的大国里面 德国确实是 对德国人 委内瑞拉 法国 德国 委内瑞拉 法国 挪威 意大利 其实意大利还不错 意大利真的还不错 有的时候你能看到说 政府的行为和民意 它的确有一种互动 就意大利居然在这个位置 比德国和法国都好 还可以 荷兰 爱尔兰 葡萄牙 伊朗 很多人说 为什么伊朗 在出现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 因为我在推特上面发了 很多朋友留言说 伊朗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伊朗政府 其实并不是那么得人心 伊朗政府不是那么得人心 因为我有伊朗的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就是现在生活在伊朗的人 有一半的人 恨政府恨得想死 你们还记得伊朗的那个大 伊朗的那个大的这个 就是民主运动吗 你们记不记得伊朗的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女生 就是要摘头巾 就是什么之类的 很大的一个民主运动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说 这个是访问人民 这是访问人民 就是问每一个人 说你认为你的国家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说你从这一点上 你能看到说 伊朗的政府和他的人民 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 所以伊朗在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是波兰 所以说你看就是 其实让我蛮感动的 就是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在这个位置 让我蛮感动的 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如果你把这两个表 对起来看的话 就是他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 你们怎么看中国 就是说 就是他问 他问人们一个问题 说你怎么看中国 同样的也是说 就是你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然后把两个一剪 剪出来这个差额 它的这个倾向性 把它体现出来 那你能从这个表上 你能看到就是说 就是这上面就是 就是喜欢中国的 喜欢中国的第一名 是中国自己 喜欢就是中国人民 喜欢中国 当然就是我跟大家也讲过 就这种就这种独裁国家 他可能不敢说实话 你像伊朗人 他他还是比较敢说实话吧 他的监控和那种 就是和那种打压 可能没有像中国那么严重 那中国人他就是不喜欢 他可能也不敢说不喜欢了 然后在这下面就是 你看新加坡 新加坡在这个位置 新加坡还是挺喜欢中国的 你看乌克兰在这个位置 乌克兰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乌克兰 他居然还是喜欢中国的哟 但是他已经接近 一半一半了 他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了 但是乌克兰 他就至少 他还在中间这个位置 他还是喜欢中国 就等于说 我估计就是 他为什么会投出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说 中国还没有那么的支持俄罗斯吧 就是他们还是 就是被中国的那种假中立 还是一定程度上是被欺骗了 他们还没觉得中国有那么大力的支持俄罗斯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看法 仍然还是比较 就是比较 就是在中间的吧 那还在临界点上面 那然后下面这些 就是讨厌中国的了 台湾在这个位置 台湾在这个位置 就说以台湾面临的处境来说 当然就是这个结果不是太令人满意了 就是台湾的这个投出来的结果 大概就是 就是讨厌中国的比 喜欢中国的多百分之二十五 多百分之二十五 台湾 美国都在这个位置 然后最讨厌的 但是很有趣的 我给你们看 加拿大 加拿大怎么会在这个位置 就很扯 加拿大居然在这个位置 就是 就是讨厌中国的 比喜欢中国的 大概要多到 接近 接近 就是四十吧 接近 就是百分之四十 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讨厌中国 加拿大 这个做的时候 肯定还没有出 最近的这个驱逐外交官的事情 如果驱逐外交官 这个事情之后做的话 我觉得说不定跟日本有一拼 就日本是最 就是日本是远超其他 日本是远超其他 就是过百分之 大概 就是过百分之六 六七十 就是超出百分之六七十 差距到百分之六七十 就是讨厌中国的日本人 比 这个 喜欢中国的日本人 超出 超出那么大的一个 就日本真的是蛮 就日本的这个数据真的是 他们真的很讨厌中国 但是台湾这个数字就还好吧 就只能说是还好吧 嗯 对 但是我 我就是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你看到 说乌克兰 他还对中国 还算有好感吧 至少是在这个中间 但是呢 他说 就是 就是他的 你问他的人民的时候 说如果 中国武力入侵台湾 你们要不要跟中国切断 你看乌克兰在这个位置 很很向下了 很在下面了 所以这个让人蛮感动的 这是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就是说他是为了挺台湾 你们知道吧 就是说 这个表做出来 他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能发现说 讨厌中国 跟与中国切断经济关系 并没有必然联系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南韩讨厌中国 但是南韩不要跟中国切断经济关系 对不对 那 你能看到说 乌克兰并没有那么讨厌中国 但为什么乌克兰在这种情形下 他愿意跟中国切断关系 他是一种道德 我觉得 他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 他实际上 这就是你能看到说 台湾自从乌克兰被全面入侵以来 台湾为乌克兰提供的这些帮助 和就是乌克兰人民 和台湾人民之间的这种交流 这种友谊变得深化 你能看到在这一点上 这是非常明显产生的一种作用 因为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乌克兰他本身对中国其实没有那么反感 但是呢 如果说中国武力入侵台湾 这个乌克兰人觉得那不行 那咱们再见了 对吧 经济切八段 再见 这是明显的 这是出于对台湾的一种情感 做出的这种反应 他其实你在这种情形下 做出什么反应 不完全跟讨不讨厌中国连接 他有的时候 他会有自身经济 对中国依赖大不大的考虑 还有他们对台湾的 这个喜好程度的 就是他们对台湾 他有多大的一种 他认为有道德上的一种 一种 就是义务和责任 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他们有没有道德感 你们知道吧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 它是关于道德的 就是说 如果中国武力入侵台湾了 我还要跟中国做生意 我还要给中国输血 我还要让中国赚钱 这个钱是血钱 是上面染着台湾人民鲜血的钱 这个钱我能不能赚 这是一个道德选择 所以说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就是说 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种 一种影响 但在这一点上 我真的是觉得蛮感动的 乌克兰人是挺 是挺了不起的 那你看 印度 美国 西班牙 这个 加拿大 加拿大 日本 这都是在下面 英国 丹麦 瑞典 这个第一名是瑞典 不知道为什么是瑞典 有的时候 这种票投出来 让你觉得蛮奇怪的 怎么会是瑞典呢 也可能瑞典人 真的很有道德 很有道德感了 这个不知道 但是瑞典让我蛮惊讶的 好 这是这个表 基本上你可以确认的 就是说 在台湾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 最靠不住的就是新加坡 最烂的就是新加坡 南韩也不怎么样 南韩也不怎么样 你说菲律宾都比南韩强 你说南韩呢 对吧 你这么 就是你的家底这么厚 你都还不如菲律宾呢 嗯